被诗 床前明月光 地上 地上 别着急 再想想 床前明月光 地上有奶糖 有错了 月亮上有玉兔 玉兔掌管大白兔奶糖 它就像圣诞老人一样给大家发奶糖 不是这样吗 不是的 你好好看看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 我在幼儿园都是举手 棉花糖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你要用点心 奶奶你错了 这首诗就是四句 没有你要用点心这句 要我说 古诗就不能死记硬背 要弄懂意思才好背 要不然就算背下来了也没什么意义啊 对 疏读百变 奇异自现 优秀的蓝天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 棉花糖啊 我要把你教育成蓝天二代 怎么样啊 当个小飞行员倒也不错 好 那你就跟着我把这首诗背下来 背首诗就能成为蓝天二代吗 哎呦 这叫从小做起 一步一步的来 床 睡觉的床 钱 前面的钱 明 明亮的明 月 月 月亮的月 光 光 光头的光 也对 那你连起来背诵一遍 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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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棉花糖终于会唱了 现在来背诵一遍吧 床前 地上霜 银似有月光 低头看明月 举头思故乡 意思就是说 明亮的月光照在床前的地上 第二句呢 就是说 月光像地上的一层雪霜 床前明月光 对了 一事地上霜 我就说嘛 只要明白意思就能背下来 真棒啊 棉花糖 完整地背诵一遍吧 床前有明月 下雪不见了 抬头到处着 低头想故乡 棒 好 棉花你真棒 可我就不行 连首唐诗都背不会 我根本不懂那首诗 什么床啊 月光啊 雾香啊 怎么能连到一起呢 蓝天爸爸回来了 棉花糖 古诗被毁了吗 古诗就是个胆小鬼 他不敢往我的脑子里钻 吃完晚饭 咱们一起想办法打败这个胆小鬼 棉花糖 你看见了什么 我的床 月光 对了 床前明月光 棉花糖 白色的月光像什么呢 像云朵妈妈的护手霜 那么第二句是 仪式地上霜 原来背诗这么简单呀 棉花糖 你再抬头看看上面 哦 这就是举头 望明月 接下来呢 闭着眼睛想一想 低头思故乡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看来可以开灯了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看来我的教育方式落伍了 应该是每个孩子适合的学习方法不同 要用体验式学习方法 学什么就要去体验什么 蓝天爸爸 五月是哪五座山啊 咱们去旅游吧 五月 我收回体验式学习方法 fixed workers 甚麽 再玩 再玩 我真能 愿意 我想玩 рий 梁 不想 老婆子 抱个箱子干嘛去 收拾储物间 翻出一堆没用的东西 我把它们都扔了 没用的东西 我看看 这个可以修好的 这个还能用 这个铜酒杯怎么能扔的 不就是一个破酒杯吗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什么叫破酒杯 这可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酒杯 你不是早就不喝酒了吗 这酒杯还有什么用啊 那也不能扔 这可是我的宝贝坚决不能扔 留着这些破烂有什么用 你说什么 我说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只会让家里变得更乱 什么 听不见 用装听不见 就算不喝酒 摆在这里也很好看嘛 这个泡泡一点也不圆 画泡泡也太难了 画泡泡也太难了 就是画不圆 这可怎么办呀 有办法了 有办法了 太棒了 这是世界上最圆的泡泡 画好了 我那个鸭饼干的模子呢 明明就放在这儿了呀 没有模具怎么做饼干呢 会不会放到外面去了呀 会放在哪儿呢 用它也不错呀 这是我新研发出来的酒杯饼干 真奇怪了 我练习高尔夫球的球架放哪儿了呢 球架放哪儿了呢 没有球架这严重影响我的发挥呀 这个合适啊 大小正合适 简直是定做的 真是配合大球的好宝贝呀 哇 这些菜籽可得放好了 明年还得继续种菜呢 可放哪儿好 不好 这水桶也太大了 这水桶也太大了 包在纸里的话 怕会忘了呀 这个大小正好 正好 正好 放在这里就不会忘了 果然是装菜籽的好宝贝呀 妈 你把我的球架拿走了 我还怎么打球啊 装菜籽更重要 关系到吃饱肚子的问题 可是 奶奶 把杯子借我一下 我还要再画几个泡泡 大家谁看见放在窗台上的铜酒杯了 奶奶 我要画泡泡嘛 给我给我 我画得很快的 不行 我都已经装好菜籽了 给我 别抢 别抢 当心洒了 我要用这个酒杯 给我 你们吵什么呢 我要用酒杯 我也需要用酒杯 原来你们都在抢用我的宝贝酒杯呀 看到了吧 其实有好多东西都是这样 你想不出来它有什么用 但用的时候又非常好用 所以 所以 我就把你们扔的东西捡回来了